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翻牌的时间了 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那些有才的评论 网友朋友笨wesker问了一个问题 说中国历代帝王中书法水平较高的有哪几位 宋徽宗召集是高 然后明清每位皇帝都不低 是否跟皇家教育密不可分 这个其实我讲过好多遍 这跟历史没关系 你说它书法 它是艺术 它跟历史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就是我说你不要问我历史上那些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这些东西 书法绘画也一样 而且我本身对的东西一窍不通 也没什么兴趣 我去博物馆的话 像书法绘画馆我也不会进去看 因为我没进 书法我就是凯书我能看得懂 然后绘画的话 公笔画我能看 像那写意画我根本看不出谁是好的哪 我觉得都是老年大学的水平 我也不爱看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可能也没比你多知道多少 比如你说宋徽宗召集的水平不错 我也就知道他不错 唐太宗不错 然后赵构也不错 明清历代帝王水平也都不错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时候书法它不是艺术 它谈不上是艺术 它就是一个人的正常的书写的工具 就跟咱们现在发微信一样 现在谁不会发微信 那个时候的人他只能靠这个东西来交流 你包括这个 你像宋徽宗给谁写东西不都是兽金体吗 他也不是说他就写出这网上的脉 他在用兽金体 平时他换一种字体 他不是帝王他写的东西不是为了脉的 平时他就这么写字 所以他这个就就就就 怎么说熟能生巧呗 就这个意思是吧 然后这个 网友朋友这个平高问了个问题 说众多历史学者呢 向来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高 但是对红人干的评价似乎包多于贬 呃 袁老师对他有什么看法啊 我觉得他扯淡啊 因为你想啊 他就一个原来的农民啊 没赶上这个金田起义 流亡到香港啊 在香港他能是打入社会上层吗 他也基本在社会下层混 是吧 他也没接触过真正的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 就看了一点皮毛啊 回来写了这么一本这个资政新篇 也根本没有人那个去实行 他不是也是尽心协力的 就是辅佐这个红匿秀权 是吧 所以对他谈不上什么看法呢 多于看他啊 网友朋友 E-M-I-L-Y-I-Y-I 问了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欧洲大部分王室的女子有王位继承权 中原王朝没有啊 呃 欧洲大部分王室的女子没有继承权 那有继承权的这个就是日尔曼人实行萨利克法案 女子都没有继承权 包括这个德国 就神圣罗马帝国是没有继承权的 那你说有继承权的那都是后来后改的 他实在是男子绝世 那你像这个英国出现女王 那不就到这个这个都多王朝时代 你金雀花时代哪有女王啊 那再往前也没有女王 那就是都多王朝时代才有 那西班牙出现女王也是这个统一之后 那你像这个培迪南和这个伊丽莎白 他只有一个女儿 胡安娜那只能让他继位 他是他是这样 要不然的话就落到外戚手里去了 是吧 所以他大部分是没有这个继承权的 中原王朝为什么没有女子继承权 中原王朝不可能皇帝绝寺 这个后宫嫔妃众多 你不像这个古代这个欧洲 他只是一夫义妻 即便是皇帝绝寺 他也可以在这个兄弟叔伯子职当中 去找接班人 就是说明武宗没了 他可以找他堂弟去继位 他可以这样 这个明喜宗没有后代 明西宗没有后代 可以让他弟弟去继位 他也不至于说我们这一周全没 不至于人丁稀少到这个程度 有的是男的干嘛让女的去继位 就这个意思 是吧 网友朋友 S O A L I E N F O O L 说想问一下明清的升迁制度 比如县长 正常升迁的标准是什么 离中央较远 朝中全臣也不认识 几年无事一生吗 还是有其他标准 三年一考核 三年一考核 然后到点就升迁 跟现在一样 基本上也就是熬年头 所以我们看明清时候的官员的官衔 他经常有这个 比如什么什么 阳谷县正堂 加十级 然后什么 继攻一次 他那个 加十级 继攻一次 这就基本上都是他的考核的 就是我十次考核优秀 然后继大功一次 然后怎么着 到时候就积攒这些东西 考核优秀和有功 然后呢 升迁的时候就优先考虑你 他是有考核的 考核都是我给大家讲过 最基本的标准 就是田野辟 户口增 富一平 基本上就这三个标准 咱们的那个专门在慢聊节目里 也讲过这个 到最后其实主要就看 谁能把税收上来 主要就是这个了 好 这个网友朋友 MARKINAU8 问了个问题 说为什么有的奇人 起名和字用汉名 比如说赵慧 然后同时期呢 有人用外族名 如多龙阿 还有呢 既然已有绿营兵的编制 为何八旗里面 还有汉营兵 这个起名 他用这个汉名也好 是用这个 其人名也好 这个没有一定的规矩 没有这个说 你必须用什么 不用什么 一般来讲呢 就是说 清朝的中后期 用这个 汉名的比较多了 那就是他其人 越来越汉化了 但是你像康乾的时候 特别强调国语奇社 尤其是乾隆皇帝 他最腻外这个奇人 起汉名 腻外奇人 像汉人一样取字 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奇人 大部分就都用这个 就是这个满洲名字 像你说什么多龙阿 赛尚阿 什么扶长安 大部分都用这些名字 是吧 至于你说的那个 八旗里边有汉营兵 因为那个八旗有满八旗 蒙八旗 汉八旗 所以他这个八旗里边有汉军八旗 那汉军八旗 当然就是汉营兵了 网友朋友 唐奇科德1994 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维京传奇里边 海盗用的都是斧头 而苏格兰人用的是长剑 这对于维京人不是很吃亏吗 想问一下维京人是当时 没有掌握剑的锻造技术吗 对 没有掌握剑的锻造技术 所以剑都得买 得花钱买 那他们又没钱 所以你看凡是用斧子 狼牙棒 这种就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炼家棒 用这种近似于生产工具战斗的民族 那一定就很原始很落后的 这他连刀剑都装备不起 尤其是剑 剑是兵器中的贵族 你连这都装备不起 那就是肯定是很落后 包括冶炼技术什么都很落后 网友朋友 英国类移民的后代 你废了英语 那你说什么语啊 你说德语 说西班牙语 说意大利语 你说什么语 你没法自己发明一种语言吧 发明一种美语 发明一种世界语 是吧 你没有啊 没有啊 你不像朝鲜越南人本来就有自己的语言 是吧 好 网友朋友李卓文问了一个问题 说您每次说八旗中的整四旗的时候 发音都读整 为什么不发正 还有呢 整一品念整 纵一品念纵 是吧 很少听到别人这样发音 因为别人发错了 这个字他就读整 就读纵 他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是吧 就读纵 就跟那个什么似的 你比如说那个 有的有的姓 你比如说解放的解 你要姓的话 这就念谢 对吧 你不能叫人姐 你不能叫人姐 你不能叫人姑娘姓谢 你得叫人小谢 你不能跟人叫小姐 你这就不合适了 发音的时候 他就发这个音 他读姓 他就发这个音 没有为什么 没有什么需要可解释的 整白旗 整黄旗 整一品 纵一品 他就是念整 那个字发音就念整 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 好 然后这个 网友朋友高元天 问了个问题 是吧 说胡必烈的时候呢 宗教相对自由 这个穆斯林天主教 佛家 道家 同习辩论 蒙古国境内 没有宗教审判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蒙古国对所有的宗教 都是支持的 只要有利于这个 教化人心 他基本上都是支持的 因为他本身 他没有宗教信仰 他原来只是信仰原始的萨满教 所以他在接触儒家文明之前 就接触了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 所以他对什么都不排斥 尤其是这个原帝国 那四大韩国基本上最后都是信仰了伊斯兰教 都成为了穆斯林 那四大韩国 但是原帝国本土什么教都可以 什么教都可以 至于你说那个同习辩论 穆斯林和天主教跟你辩论不着 主要是佛家道家辩论 就辩论这个老子化胡经的真伪 主要是因为那个事 好 网友朋友刘家雄问了一个问题 中国古代貌似长时间都实行宵禁 会不会有一些风气比较开放 或者统治者比较宽容的朝代 会让老百姓有夜生活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这就你跟就问的那个什么古代没有春运吗 是吧 古代人没有车怎么出门 就有点类似于又是用现在人的观点去考虑古人 请问你呀 老百姓有什么夜生活 你让老百姓去干嘛 夜生活他去干嘛 老百姓去蹦迪 是吧 老百姓去逛夜店 是吧 他有什么夜生活 他在家看电视 是吧 他上网刷手机 还是怎么着 是吧 他连辣都点不起 你能让他有什么夜生活 所以那会就消不消禁 老百姓也不会上街 出门他干什么 你问你 你先要搞明白他干什么去 是吧 他没事干 他出去干什么 是吧 所以他无所谓这个你消不消禁 他有没有夜生活 这无所谓 无所谓 达官贵人 你有腰牌 人就可以出行 你说那个风气开放的王朝 没有夜进的 这主要就是宋朝 然后这个这个隋唐都是有 袁明清也有 就宋朝没有夜进 打破夜进 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 打破夜进 别的他都 王朝都是有的 好 那那最近大家的评论呢 咱们今天就回到这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参加我的游学活动 谢谢大家